9月4日,青岛地铁上两位大妈因座位问题争执 一旁大爷上前帮忙理论,被陌生男子删脸 记者从青岛地铁公安接线人员处得知 此事解决完毕,已进行调解,双方互不追究 视频显示,地铁上两位大妈因为站坐事宜发生争吵 旁边一位大爷帮腔,大爷在说出我站10个你也管不着后 站在一旁的陌生男子扇了大爷一巴掌 然后边后退边说混蛋,站坐还有理了 该视频被放到网上后引发网友关注 有人认为双方的行为都不对,站坐素质低 打人将事态严重化了,此事持续发酵 部分网友称该男子为地铁判官 后有消息称他患有精神病 记者从青岛地铁公安接线人员处得知 该男子是否有精神疾病 该接线人员回应称 并不清楚,因为没有对他做精神鉴定 他说,比较快速处理完了 这个事就是一个简单的纠纷 打人者向被打者道歉了 地铁上每天发生的纠纷很多 后续应该不会发通报 直到大人 resumes LSuper 中共发生的线 建议